年月豪雨导致中国多个地区 爆发了严重的洪灾和土崩 住家遭淹没 农作物受损 当局已经展开急救工作 疏散上千灾民 另外孟加拉东部城市西尔赫特 也同样遭遇大水倾斜 不少的商店和学校被迫紧急关闭 年日豪雨导致中国东南部多个省份 沦为一片汪洋 广西和浙江省灾情严重 除了住家遭淹没之外 大量农作物也浸泡在洪水当中 农民损失惨重 在广东省特大暴雨导致多个乡镇严重受灾 在梅州市洪水已经造成至少9人丧命 另外还有6人下落不明 严峻灾情迫使救援团队步步为营 运用船艇和前端装载机 从灾区紧急疏散灾离 中国气象局也对多个地区颁布黄色暴雨警报 警告多个地区未来几天还会有长命雨 可能会让灾情进一步恶化 而在安徽省 涂崩造成黄山市至少55栋住家坍塌 当局发文证实超过17万9千人受影响 并撤离超过1万名灾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已经下令各单位全力救灾 让灾离早日脱离困境 除了中国 孟加拉也同样饱受洪水困扰 连日豪雨导致东北部的希尔赫特洪水泛滥 许多住宅浸泡在水中 洪灾也迫使当地商店和学校紧急关闭 估计共有超过80万人受灾 孟加拉气象局警告当地的强降雨将会持续下去 甚至有可能在山区引发土崩 加剧灾情